嗨 大家好 這裡是老虎前工作室 我是老大 我是GT 那這個是我們2022年 第一次 也是1月最後一次錄影 對 第二支影片 那這支影片呢 我們想要談談 就是接下來就是要過年了嗎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一段時間 又沒有影片 對 但是我們會有壓碎錢 那我們應該 你還有壓碎錢 我看影片的大家可能會有 那我們拿到壓碎錢之後呢 我們可能會想說要怎麼用 所以我們一樣要來介紹一下 2022年最好的3D鏈音機 那我們這次就會分門別類 先從FDM 熱熔堆積式的 然後再來是光顧化的 然後最後再來是我們推薦給 新手 或者是說 主要就是讓那些有壓碎錢 對 大概在1萬塊以內 台幣1萬塊以內 要有預算壓力的情況下 怎麼選入手的機器 2022必須選的指導法則 所以我們一樣先上 All3D Printer的網站上 看人家票選比較客觀一點 那再結合上我們自己的選擇 那我們一樣先推薦的 第一個牌子就是 Rusac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我們有選擇三篇文章 第一篇的話就是左邊這邊有 Budges 3D Printer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的話都會是光顧化石的 對對對 那第二篇我們選的文章是 最好的3D電影機 那這邊的話 它是混合在一起的 就是有FDM 然後也有 樹脂型的 那第三篇的話就是 最 適合給初學者 對對對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會有三個機器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這邊重複出現的有誰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嘛 就是熱融堆積式的第一個出現的 就是我們之前也推薦過的 Rusa i3馬克3系列 對 那它的差別就是 今年又出到 馬克3 Plus 那我們那時候介紹的時候 雖然也有 Plus 但是它網站上面是寫 馬克3 對對對 那它好在哪呢 是說它用了非常古老的主板 8bit的主板 那它列印的效能非常好 而且它的結構也非常穩定 最重要的就是它有後台的支援 就是說你切片軟體也是它自家的 然後你有什麼問題 但它的網站上都可以找到解決方法 但是它就是貴了點 對 所以 在對Begin and Friendly的這個選項裡面 他有提到 出了一台是 Prusa的mini版 對 價格大概多少錢 349塊 你如果買 DIY自己組的話 那 租好的一台大概400塊美金 對對對 大概是一萬三 所以如果你是稍微 富裕一點的 富得流油就可以買 Prusa mini 這是我們推薦的牌子 如果你預算很夠的話 那我們當然推薦你可以直接買 Prusa菜囉 預算直接上頂十萬 太夠了 好 那第二個推薦的話 就是 比較好的牌子就是 還是會有Gradity Andersand V2 對 那它主要來講就是 對於Begin Air非常友善 那它的價位大概就是在 兩百 兩百六 六十九塊美金左右 對對對 這我們之前有講過 對 那再來的話如果 我們FBM講完了 你可能如果想要去選擇 光顧化類型的機器的話 沒錯 那這邊的話它提供的選擇 第一個出現了兩次 就是 Algo這間公司的 Algo Mars 在台灣大家可能比較 比較少聽到 但是如果大家有在YouTube上去看 各種不同的創作者 他們使用光顧化電影機的時候 其實會很常聽到這個牌子 對 它不管是Algo Mars Algo Saturn 它就各種不同的行星它都有出 不管是什麼大小的 對 它是行星系的 三地練習機上的版 沒錯沒錯 那這個的話 Algo Mars 2 它就相對來講比較便宜的 那如果你要真的非常便宜的話 那當然是買Algo Mars 不要夾2的話 一台就是一百四十九塊美金 但它就是很早期的版本 然後如果你要到Algo Mars 3 Ultra 4K的話 大概三百五十塊 沒錯 但大家就會知道說 在國外是用Algo Mars 那在台灣其實我們比較常用就會直接選Frozen 對 因為它是台灣的廠商 台灣也有很多配套的經銷商 服務也很好 那我們就直接買Mini 4K 所以 如果跟Frozen比的話 這一台 Mini 4K 就大概跟Mini 4K 是差不多等級的 然後價格也是一致的 那如果你是選Frozen Sonic Mini的話 那大概就是下面的這個選項 沒錯 但是大家不要急著買 就是大家可能想說 看到價格都三百四十九 結果重新去買的話可能會買貴 所以推薦大家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等假期 不管是等中秋節 端午節或是聖誕節 通常Frozen都會有一些活動 那你就可以買到很便宜的機器 沒錯 那我不知道過年或清明節會不會有 所以大家可能要等等看 那聽說Frozen最近有網站更新 對 那大家可以去訂閱 它會抽 好像是Mini 8K 那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Frozen想要選 一樣鏈音機的話 我們推薦你 那以便宜來講的話 那我們可以買Mini 就是Frozen Mini就好 那如果是你想要買好一點點的 那它當然最近有出Mini 8K 鏈音更大更精細 最後如果你覺得說我想要印很大的 或是我想要印它有沒有比較貴的機器 那當然有它有出Mega 8K 所以我大家選擇 或是Mighty Mighty也可以 對 那我們最後 網站上面它有提到 Anycubic這間廠商 它有提供大尺寸的廣固化電影 對 那Anycubic的話我們以後有機會 會再介紹給大家 嗯 那我們最後要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第三個類型了 就是如果今天是熱熔堆積跟SLA 我們不是要介紹粉末小姐 而是介紹在預算非常有限的情況下 有沒有什麼牌子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對那這一個是Vols Lab 基本上它也是一間大陸的公司 對 那它的話它旗下 中文的話應該是叫閃柱科技 聽到這邊大家知道 應該還有另外一間公司 跟它是一樣的 就是Flashforge 對 但因為Flashforge做的 比較是天車式的 所以我們這邊介紹的 就是這個龍門式的Vols Lab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你今天預算真的有限 但你又很想接觸3D列印 那這邊的話它其實有出了 蠻多個系列 而且是FBM跟光顧化都有的 沒錯 那在FBM的方向的話 它這邊有出Aquila 天鷹座 閃柱天鷹座 對 那天鷹座的話 那它一台就非常便宜嘛 對 你看它的價格在169塊美金 台幣大概4300左右就可以購買到 可以從169買到大概280塊 基本上最便宜的 跟稍微中間一點價位的它都有 這個其實非常便宜 因為你記得我們第一次買的一台 在淘寶上買的 客家的一些機器 對 那一台就要5000多塊 所以其實這個 以原廠來講這個非常便宜 對 但到現在 那是很多 大概幾年前 但現在買的話 其實這個便宜的機器 都已經可以列印出 還可以的品質 但是你如果要拿它 跟一些更好的牌製作比較 可能是 不管是Clarity 或者是Pruza 那它當然還是會有些差距 對 但是它對於入門而言 其實是非常好入手的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Boss Lab 它也有出它的 數值連機 對 那這邊的數值連機的話 它也是有很便宜的選項 對 最便宜可以低到149 你可以會想說 欸那不是跟剛剛那個 Algumar是一樣嗎 對 但它這是原價 代表說什麼 你如果等聖誕節 你如果等萬聖節 你如果等萬聖節 它可以再更便宜 我們有看到Uncle Jersey 它用 130塊就買到了 還是130塊 130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用很低的價格去 所以大家是 在購買的時間 可以稍微等一下下 然後它這邊 其實也是有兩種 不同的 機型 一個是Prosima 一個是Polaris 所以 基本上就是都很便宜 但是你要找到 適合你自己的選項 有些是Mono的 Mono LCD 對 那有一些是Color的 就是彩色的 對 那這個在選擇上面 未來會教大家 要怎麼樣去選這個 LCD的螢幕 但是如果你買的是 光固化鏈印機 那你除了買鏈印機之外 你一定要注意 還有可能要去 不是還有可能 你一定要再負責買 清洗的設備 不管是你要買酒精啊 買超音波震盪器 或買水槽 都一樣 對 而且你還要再買二部的設備 還有可能要通風 對 這些都是需要去 額外去考量的 對 所以今年過年 如果你有一萬塊 你會想買哪一台的印機 我會想說 我會想要買iPhone 沒有沒有 我會比較想要買那個 其實我們一直有在考慮 要不要買那個 Mini 8K 這是我們其實有 有考慮過的 但是因為 最近我們後來 它超過一萬塊 它就是比較貴 對 所以我們一樣在等它 腰斬的時候就可以買了 好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社群軟體 沒錯 然後 我們年後見 沒錯 拜拜 祝大家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